华沙瓷砖胶 将水倒入桶中,再倒入粉料,用电动搅拌器搅拌成均匀的膏状,然后静置3-5分钟,再次搅拌15-30秒即可使用。 铺贴时,用组合法从下往上铺贴。 首先用齿形抹刀的驰边,将胶浆用力在基层上薄刮一面。 同时将适量的胶浆迅速涂在施工底面上,并用齿形抹刀的尺边呈60-70度,沿直线方向梳理成饱满的条状。 然后,用微湿的海绵清除瓷砖粘贴面的脱抹剂、灰尘等杂物。 将少量的胶浆用齿形抹刀的直边,用力满刮在瓷砖背面。 刮抹厚度1-2毫米,要求把瓷砖背面的槽填平。 将抹有胶浆的瓷砖揉压于胃表杆的瓷砖胶上,根据需要预留砖缝,塞入定位卡子,及时调整瓷砖的平整度及砖缝。 瓷砖铺贴结束后,及时将瓷砖表面和砖缝内残留的胶浆清理干净。 粘结的瓷砖24小时后可以填缝,7天内不得有较强震动。